第16题下列案例何者原理是光的直径性 A利用日轨观测时间 日轨是产生影子然后利用影子的方向来测量时间 影子的形成就是光走直径的证据 所以呢选项A是对的 选项B化妆利用梳妆镜 这个是镜子 镜子是利用所谓的反射 所以这个是错的 选项C镜是戴眼镜矫正 这个是主要是利用折射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选项株显微镜观察细胞 这个也是利用光的折射 所以他也是错的 所以利用光的直径呢 只有A 第16题问我们说 下列案例何者原理是光的直径性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利用日轨观测时间